周慧敏尽照曝光,发福嫌老太,不肯生子被婆婆嫌弃,她又九字回应。 第一代的玉女周慧敏真的是那种温柔似水,楚楚可怜的女人,不仅男人看了不能自拔,就连女人自己看了都自残行贿,周慧敏实在太美了,比当年的张敏还要美艳。 周慧敏不是那种第一眼就会被惊认到的人,给人一种文静大气的感觉,而他招待式的微笑,显得特别清纯可人,因此在八九十年代时是中港台男人公认的梦中行人,很多男人为之疯狂,可最后还是在男人的手里。 其实周慧敏从小就是担心家庭,在还未出生时爸爸就已经去世了。 之后进入娱乐圈后,有过两段恋情。 而在和尼正的恋情里,两人恋爱了整整十九年后,才去拿正结婚。 到现在两人已经结婚八年,加起来在一起一共二十七年了。 尼正是香港主持人,作家,出过书,家里人在香港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父亲是香港著名作家尼匡,六指秦摩就是他父亲写的,其父亲与著名作家古龙。 三毛还是密友,尼正的姑父也是著名作家艺书,尼正真的是出生于书香门帝。 尼正从交往到现在与周慧敏在一起已经三十年了,期间被拍到引起轩然大波的就有八次,被周慧敏直接捉肩在床的也有三次。 什么夜店大学生,陈法荣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女艺人他都要,好像疯了一样,但是每一次周慧敏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比起他老爸尼匡的才华尼人简直就是玩裤子弟,就是有钱而已。 而两人在一起27年,也没有生孩子,也正是因为周慧敏没生孩子,所以一直都引起婆婆的不满。 在尼正一次生日会上,已经七十多岁的公公婆婆提到说自己年纪大,想抱孙子。 结果周慧敏竟然说,知同居,不结婚,不生子,当场气到婆婆了。 毕竟这和当初刚做准血腹时贤妻两母形象很不一样。 如今周慧敏已经50岁了,至今没生孩子,看来是铁了心要做个丁克一族了。 不少网友表示,可惜了这高颜值的基因了。 也有粉丝揣测,周慧敏从小担心家庭很辛苦,或许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很是辛苦,所以才不想生孩子。 而让人意外的是,婚前迷阵要周慧敏退出娱乐圈,结婚后周慧敏却重新复出了,不知道是否遭遇经济危机,要老婆赚钱养家。 不过周慧敏,不过周慧敏复出后,曾被媒体拍到近照体型略有发福,容颜也大不如前,让往日玉女掌门人变了模样。 如今49岁的周慧敏虽然发福,但依然是那么雍容华贵,漂亮,有气质。 希望你只能够留有一份感恩之心,上代周慧敏如此善良的女人。